員工要生活要工作 這裡就是這個台中喝酒的地方 台灣的男人來過的都不敢講 沒來過的絕對會講一輩子 瑋軒哥 我到了我到了 你再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帶幾瓶好久就過去給你 OKOK 好我現在進去 沒錯啊應該是這裡沒錯啊 再進去一次好了 宣哥不要走 宣哥已經在樓上等你了 宣哥已經等你們很久了 請坐 宣哥不是啦 你說喝酒應該是在包廂裡面啦 怎麼會在這裡 你以為公司很會預算嗎 你也不看看你剛剛 你想成為台中中嗎 今天的酒呢 帶了什麼好亮的來 好酒有酒 來給大家看 宣哥看一下我今天帶什麼酒 第一瓶 百分之95的優質酒精 分之75的藥用酒精 百分之75的節用酒精 最後重點來囉 我跟各位講 金門58度C 小高粱 好不好今天這些酒 濃度夠高吧 酒精就是所有醇類的俗稱 所有醇類 只要是醇類 我們都可以把它列為酒精 甲醇 乙醇 乙醇 丙醇 丁醇 這些都是算酒精的 在生活中我們的習慣是把乙醇稱為酒精 都會覺得說所謂的酒精就是乙醇 是這樣子的 那乙醇可不可以喝 怎麼疫情期間多喝酒 可以體內循環殺菌 這是有道理的嗎 這是一種錯誤的聯想 想喝酒只不要找藉口 好不好 那甲醇呢 甲醇因為它的結構啊 還有它的毒性很強 毒性很強 所以有些人喝了以後會失明 不效商人拿去做假酒 對沒錯 外瓶就是很貴的威士忌 但是裡面用甲醇 對因為甲醇非常的便宜 煉起來的成本大概酒精的三分之一 暴力 不知道的人喝下去 就失明了 智慧死掉 乾衰竭 是趕快灌針酒 理論上是這樣子 理論上是這樣 對但是呢 實際上要在醫院裡面操作 過量的乙醇下去 你還是會 還是會有生命的問題 對對對 回歸過來 乙醇這些95%啊 75%這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當然我們常見的細菌 例如像什麼 格蘭式菌 沙門式菌 大腸菌 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菌種來說 最好的殺菌濃度 是在60%到75%甚至80%之間 對不同的菌種 我們要殺菌它的時候 會要針對他們的狀況 來做為調整 調整那些細部的時候 通常都還會加入其他的添加劑 例如60%的酒精裡面 我們就會另外再添加一些抗菌劑裡面 另外再添加抗菌劑 對對對 那有沒有一個可能 有沒有它標75% 但是驗出來確實不到 這個確實是有的 有齁 因為新聞有抓包幾次啊 對 尤其在前一陣子酒精很缺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用各種醇去混 甚至它混的還不是醇 那所以它的殺菌能力一定就是沒有辦法去估計它 反而你以為你做了殺菌的動作 實際上並沒有 手上都還是細菌 這個也是蠻歐吉的 藥用跟節用 這兩個又有什麼不一樣 藥用酒精還有分成有消毒沒消毒兩種 你說滅菌未滅菌 包裝上面寫未滅菌 對對對 對於一般我們所謂的外部清潔 居家環境清潔來說 有沒有滅菌其實沒有差異這麼大 對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在醫療院所裡面使用的時候 醫療器材消毒 是的合格的酒精上面都會有一個字號 大家認明那個字號都可以在政府的網站上做查詢 所以包裝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的包裝上面都會有明顯的表示 為了節用酒精呢 如果你平常的那個洗手噴噴手 或者是說叉叉桌子之類的 餐廳的店家都會另外用那個次氯酸 次氯酸是可以用在人身上嗎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你還記得在疫情 大概剛開始的時候 有人就在門口弄了一個門 然後灑那個消毒 一般的外層的消毒 表皮的消毒是可以的 對 但是因為是氯酸它本身含氯的關係 氯酸它對於棉墨的刺激性比較強 所以如果大量噴灑的時候 尤其是噴灑到眼睛或者是口腔的時候 會造成很刺激感 甚至會有灼傷的感覺 然後大家還會另外選用一種東西 叫做益炳醇 因為剛剛甲醇乙醇講完了嘛 另外一個是炳醇 然後就前陣子有網紅嘛 就是說什麼去藥局買到酒精 但是它標示的是益炳醇 然後他就懷疑說是不是拿的是假酒精 其實是一種誤解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已經說過了 酒精涵蓋了甲乙丙醇的四種 益炳醇也是可以到酒精消毒的功能 但是益炳醇就不太建議長期接觸人體 因為刺激性相對的會比較大 味道不是這麼的好 桌面清潔或者是瞬間型的手部清潔 食材啊 器皿方面也都盡量不要使用益炳醇 醇類之外 現在防疫期間有很多的防疫小物 外包裝都寫消毒用 滅菌用 來看一下它有直接就寫99.99% 他們都是這樣強調 這個是可以有效益菌的 至於能不能殺菌 我們就是要另外再做檢測 這類型的東西就是使用綠的離子 去直接把細菌殺死 甚至是抑制細菌的生長 包含了次氯酸 亞氯酸之類的 醫院裡面比較常用的是屬於這種 帶著綠離子型的殺菌菌 那這個要去哪裡買啊 這個通常就是 一般民眾的話 通常就是跟一些那種清潔公司 或者是化工材料行可以買得到 有的什麼銀離子 那些包裝上面的銀 什麼加AG加的那種 對 像那種金屬離子的 我們通常都是作為 一般居家抑制細菌使用 抑制細菌 桌面啦 還有一些推車啊 對 門啊 小朋友的玩具啊 對 寵物 寵物 因為我養狗 我買到的都是這種 他們的好處就是 金屬離子同時有除臭的功能 消除異味的效果 很明顯 真的 另外有一個就是很古早很有名的 安齊消毒液 安齊消毒液 對 對 它其實也是金屬離子 對 就是 實際上的成分就是 Henzocoryne chloride 多的那個產品啊 包括眼藥水的防腐劑裡面 都有含這個成分 防腐劑 對 這是單純就是抑制細菌的生長 它有個它自己有簡稱叫做 陽性的肥皂液 對 因為很多肥皂裡面也都會有 藥皂之類的 四級氨的化合物 安齊消毒液 聽起來就真的是非常古早味 對 比較新的 是屬於 遺氧細碗化合物的消毒液 這個好像很厲害喔 這個它也單純也就是 又作為液菌使用 盡量不要接觸人體都沒有關係 噴一些一樣跟那個什麼銀離子那樣 噴一些物品 對 因為它也是屬於金屬離子系統的 最後一種比較特別的呢 是屬於這種合成化合物的EHMG 對 這個曾經 在韓國出了一點事情 喔 真的假的 韓國出了什麼事情 對 就幼稚園 他們把它弄成那種環境噴霧劑 噴下去 然後導致很多小朋友出事了 噢 它用傻的這樣子 對對對 就像那個消毒門那樣子 對對對 不可以作為揮發性使用 例如說把它作為蒸汽使用 液菌這種東西太多種了 因為像這種有很明確 酒精擦的 或是抗菌用的 它沒有標示濃度 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明確知道 它的抗菌能力到底到哪裡 OK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擦擦門把 擦擦馬桶墊 坐墊等等 都是OK的 大部分這類型的產品 它可能會用其他的字眼去包裝 例如說我可能加了一些精油 精油類的是已經超多的 精油在我們醫學上裡面 其實並不認定它是作為抗菌使用的 OK 通常這類型的產品裡面 都會添加抗菌劑 另外再用抗菌劑 對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安琪 它們就會加在裡面了 所以在成分裡面 可能就有抗菌劑 我懂 我懂他們的意思了 至少買這些東西的觀念是對的 是的 沒錯 因為像現在疫情開始要解封了 大家的衛生習慣一定還是要維持好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預測下一次疫情 你什麼時候會再捲土重來 有用重比沒有用好 因為有的人衛生習慣不好 連洗手都不洗 所以你有這個買濕精是對的 好不好 請繼續維持下去 也為了我們的業績 多來這裡買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你們 那軒哥我們今天現在拍完 我們下一站是 下一站當然就是去玩個遊戲 走囉